台湾AZ疫苗即将开打 欧洲各国却传出血栓不良反应 原本医护施打医院就已经不到四成 恐怕要再直直落 至于总统会不会带头施打 庄人祥表示不会帮他做决定 我国也没有打算还打 强调15号就会公布医护登记施打数据 两天后完成疫苗检验 加上三到四天运送疫苗 没有意外将在20 21号周末开打 开打时间依旧不变 但如果第一剂施打后出现过敏反应的人 就不建议继续施打第二剂疫苗 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 加拿大墨基哥韩国 那世卫也支持在持续的施打 血栓的世界 那我们是不是就一定要跟着打 那事实上也有很多国家 是还在持续在打的 虽然还没证实就是AZ疫苗 引起的血栓反应 但医师认为六类人要多想想 就是如果原本容易静脉曲张 长期不动 握病在床 或使用女性荷尔蒙药物 有慢性高血压 肾功能不佳肥胖等 协议循环不良者 施打AZ疫苗 造成血栓的几率就比较高 首批施打对象就是台湾对抗 新冠肺炎最前线战事 不容任何意外发生在他们身上 也希望指挥中心能景色判断 让施打人员都能平安防疫 记者王志文草扎人台北向不道